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阿里想了想 有些惆怅 哎 小阿里 想什么呢 这和彪悍不彪悍 其实原本也不怎么相干 不过吗 姑姑和我从小都爱打架 到处惹祸却是真的 姑姑怎么想 我不知道 反正我每次惹祸之前都要先掂量掂量 但凡是我能承担的才勉强为之 孟九看着兴致不大高的小团子 为了他一颗葡萄 倒是对阿里今日的反常感到有些奇怪 却没想到阿里听了这话 眼睛亮了亮 只说道 打架啊 这么说 你其实也是不怎么温柔的 对不对 嗯 小阿里 你对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谁告诉你能打架的人就不可以温柔来着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吗 那 你觉得我对你温柔不 阿里想了想 好像凤九姐姐从小就没有凶过自己 所以坚定地点了点头 再比如你娘亲对你温柔不 凤九寻寻善幼 小阿里想了一下 再次点点头 那你对姐夫是不是也很温柔 姐夫 哟 小阿里 你这改口改得可真快 凤九感叹 正想说自己对帝君的确也算得上温柔了 只是话还没出口 又听到阿里说道 我娘亲其实对我夫君也算得上是温柔的 但是 为什么姐夫会觉得你就比我娘亲温柔的多呢 还说我娘亲彪悍 嗯 等等 你说帝君 他什么时候夸我温柔了 好像从来就没有吧 顶多说我性格好 凤九将阿里那番话里出一个重点来 心下却想到了翻译谷里帝君说的那些话来 什么漂亮啊 性格好啊 又能干啊 甚至连夸人都不忘了将自己也夸上一句 诸如什么我挑的 自然哪里都好 当真是不要脸 什么叫他挑的 明明就是自己先挑的他嘛 不过也算是帝君说了一次实话 自己原本就哪里都好 还用得着他来说 不过 虽然都过了这么多年 怎么每每想起这话 自己还是挺受用的呢 凤九正想着 脸上带出一丝笑来 看到阿里莫名其妙 但也顺着凤九方才的话说了下去 就刚才啊 姐夫刚才在书房里面 当着我和滚滚面夸你温柔来着 哦 滚滚也夸你了 嘖嘖 这父子俩怎么突然想起夸我了 阿里摸了摸头 想了想 一脸真诚的说 大概就是我凭我娘亲和父君的经验 以为姐夫之所以会一个人在书房是因为她惹恼了你的缘故 可滚滚和姐夫都说不是 还说你明明那么温柔 给我娘温柔多了 又沾人怎么舍得对姐夫做出这种事情来 所以凤九姐姐我是不是真的弄错了 这 凤九心道 还算帝君实相 知道都夸夸自己可再一想 不对不对 帝君这么说明明就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 都说这男人啊 对于面子这回事看的尤为重要 看那些凡事的话本子就知道了 大概神仙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自己还是要顾全一二的吧 这样想着 就要开口 脑中突然灵光一线等等 他还说自己什么来着 沾人 本女君是那么沾人的性子吗 明明就是某个不要脸皮的尊神 偏偏黏着自己好不 男人要面子 难道自己就不要面子了吗 不行不行 是可忍输不可忍 凤九想着 气势汹汹的就朝着书房的方向走了过去 秉承着一股作气 再而衰 三而结的理论 凤九决定一气呵成 将周身的气势发挥到极致 这样才能从气势上压倒帝君 于是 在书房门前的时候 做了一个驴起袖子 双手插腰的出场造型 正准备一脚踢开房门的时候 扶着心灵一转头 就看见了果然偷偷摸摸 跟在自己身后的小阿里 凤九一个眼神扫过去 再摆了白手 做了个嘴形无声的说道 不许跟着 不然 我告诉姑姑去 就说你不乖 但确定身后跟着的小跟班 果然不见了之后 突然悲催的发现 之前积攒起来的气势 好像泄了下来 可青秋女君又怎是 轻易认输之人 并且 对于找回场子这种事情 好歹也算是有经验 何况 说她堂堂一介女君沾人 王大了讲 那可是丢得整个青秋的颜面不是 所以 凤九并没有思考太久 一抬脚就踢了上去 却说帝君此刻正在 开心的揉着狐狸 化身狐狸的滚滚小脑袋 被帝君按在怀里 自然看不到门外之人的气急败坏 倒是帝君似乎洞察了 凤九心中的小九九 好整以侠地看着门口 一道紫芒结界 却是悄然失在了门上 凤九原本觉得 自己这一脚是集中了全身气势的 想象中 自然应当先是哐当一声 门框掉落 而后 伴随着房门的哐当声 自己闪亮登场 口中霸气吼道 推你的东华帝君 你给我出来 今天就把事情给我掰清楚了 你说谁沾你呢 我沾你了吗 我有那么沾你吗 然后以东华那个人的后面皮程度 说不定立马就跪下 撒求原谅了 再然后吧 原谅自然是要原谅的 但这过程嘛 总是自己说了算 可是脚材刚踢上去 就被一股软绵绵的力道 给推了回来 那周深的气势 似乎在踢门的瞬间 被缓缓抽出一般 溃不成军 什么嘛 帝君是不是也太闲了点 法力没处用还是什么的 连书房都要下结界 风九愤然 不过既然这门进不去 那就翻窗好了 风九心下想到 可转念一想 画本子里面凡是上门讨要说法的时候 主角一般都是从大门堂而皇之进去的 然后再往那一站 那周深的气势就决定了事情的结果成败 如果翻窗而入 先不说形象如何 这周深的气势总归要少上几分 书房内 帝君正捋玩滚滚的第三根狐狸尾巴 一抬头 就看见凤九在书房门 与窗户之间夺来夺去的身影 帝君无声轻笑 抬起一只手来 一道紫芒自指间流出 消失在窗边 滚滚听到他娘亲的脚步声 毛茸茸的小脑袋转过来看了一眼 随即又被他夫君给按在了怀里 帝君将手指放在唇边 做了个虚的动作 滚滚便任由他如来如去 老实极了 徘徊在门外的凤九纠结了半天 一边感叹气势这个东西 忽然不能中途被打扰 一边又思索起 究竟该如何保持完美的气场 凤九想了想 凡事最好有两个方案 这样才比较保险 于是先对着窗口湿了个昏睡觉进去 傅又加了酒虫 待等了等 将耳朵贴在窗上 听了听里边的动静 又从窗口中向内望瞭望 只是可惜角度不太对 只看到一方紫色衣袖 算了算了 白凤九啊白凤九 作为青秋女君 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吧 凤九想了想 都加了那么多重 的确没啥可担心的 所以拍了拍手 做事从窗而下 可刚跨上窗台 就发现窗户只能推开一半 就是不太好近 思索不过两秒 凤九游身一变 李君就看见一只小爪子 小心地沿着窗框试探 然后整个湖身往前一窜 完美着陆 在凤九想来 其实问罪的流程很简单 他只需先进去书房 然后再变回人生 积累积累气势 待气势积攒得足够 再解了帝君的昏睡觉 或者一个巴掌拍醒之 再悄悄捉按 一只脚踩上岸边 一手插腰 俯视之 这便应该是充分做到 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了 其实 单就策略来讲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可错就错在小狐狸 低估了帝君的段位 于是 刚刚着陆的某只 只觉身上一清 一只后腿被帝君倒提着 整个狐狸就被倒在了半空 青秋冬荒凤中黄 眉间睡我语花香 三生三世枕上书枝 再续前缘第十四集 就先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 续集更精彩 仪式红尘三世恋 三生执念中无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